Hello,大家好,我是June 今天来和大家聊一下最近在美国非常流行的FIRE Movement 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运动 一般来说,人的一生从22岁左右开始工作 一年两到三周的休假 67岁的时候得以退休,可以享受人生 可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自己在30岁左右就可以提前退休 很多中年人也希望自己可以提前10年来退休 更多人现在追求的是全方位的幸福、健康、个人成长 兴趣爱好、家庭、社会责任和人生的意义 不单纯只是来追求个人财富的增长 这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FIRE Movement 尽快让自己得以经济独立,可以提前退休 具体有三步可以来实施 第一,要确定提前退休到底需要多少钱呢? 就会用到4%的原则,4% rule 一般的投资以6%到7%的年平均回报率来增长 根据研究,如果每年只从你的资产中提取4% 作为退休金,那你可以至少保持有25到30年左右 不会用完你的退休金 比如你一年需要有4万美金 作为你的每年的平均的退休花费 你可以把4万美金除以0.04或者乘以25 那你需要100万美金 可以支持你每年4万美金的花费 至少支持30年 第二,你决定多久你想达到这个100万美金 投资资产的目标 假设我们说是10年 第三,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如果现在从零开始 10年后要达到100万美金的投资资产 现在每个月要给自己的退休资产投资多少呢? 每个月需要存储6500美金到你的投资账户去 这需要非常自律 并且需要非常的节省 最可行的办法是一边工作一边有一个副业 这样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来加大你的投资 最好能找到一个不仅能暂时增加你收入的副业 同时可以成为一个创造被动收入的长期事业 想一下,如果你的副业可以给你带来每个月3000美金的被动收入 这相当于你存了100万美金的退休资产 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自己的财富自由 拥有自己的人生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 2009年在硅谷高科技公司工作的我 因为经济危机 在寻找创业机会时 找到了高科技抗衰老这个创业平台 让我可以在41岁的时候可以提前退休 拥有自己的自由事业 我非常喜欢和大家来分享 普通人如何通过兼职创业 来拥有自己的精彩人生 你可以点赞和收藏 我会分享更多实战干货 帮助你达到你想达到的自由人生